你的年夜饭里最回味的是什么 过年必须有肉 哦好香啊 而且那个肉可筋的 敬请收看年夜饭里的稀罕事 肉 蜡月二十五推磨做豆腐 今天依然是咱们走进科学 春节的前夕的特别节目 要说我们今天可是请到了 我们科教频道 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一位于盛春 大家都知道 咱们人家不仅会主持 还会唱歌 吹拉弹唱 无疑不行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全看 我都要看 别跟大家说 整个低调一点 低调低调 这位是我们的丁熙同学 大家好 丁熙同学一看就是有福之人 一天到晚 巴山涉水 不为了别的 就为了一个字 吃 年夜饭当中 我觉得少了什么 肉是一定不会少的 过年必须有肉 鱼是必须的 年年有鱼 然后东北那时候还有一讲究 说不能有鸡肉 为什么 吃了鸡肉 是一年都叽叽歪歪的 吃脾气不好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得有 一个猪蹄 对 为什么呢 这步步高升 冬天是吃羊肉最好的时节 我也才学会这挑羊肉 真是特别讲究 一摸二探三文四肠 你这太专业了 它那个挑羊肉 比如说黄瓜条 大三叉 大三叉 它都是非常精准的 而且据说是一头羊只能够挑出十斤肉来 所以是非常少的 你这说的都是涮羊肉 是啊 涮羊肉 我们也特意准备了这么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后面是有一些选择题的 希望了二位能配合着坐一坐 好 咱们先看一下 赵金维是北京大兴一家养牛厂的当家人 他拥有一个大规模的养牛厂 占地150亩 纯蓝的牛达到6000头 原来的牛是三年成熟 那咱们这现在缩短了一倍 是十四五月就成熟 缩短周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需要更有营养的饲料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孟庆祥 所在的科研团队 是牛厂的技术后盾 牛的饲料配方就出自他们的研究 实验者在对牛肉进行简单处理 他们要把牛肉在仪器上通过深拉 测定牛肉的嫩度 这是测定牛排等级的重要指标 也是牛肉口感嫩滑程度的依据 他们发现 动物的年龄越小 蛋白质沉积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想要嫩滑度高的牛肉 牛的饲养时间缩短一些 精料水平降低一些 就可以做到瘦肉长得多 嫩度好 无论养鸡还是养牛 喂食配方饲料都是重点 但是不是所有的品种都适合大规模养殖 选取动物的品种至关重要 这个牛和这个牛是同一天生的 四个月的时间 现在就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现在有多大差距 这个牛生长时间是22个月成熟 它只有14个月到15个月成熟 所以这俩呢 而且产肉率也不一样 它的产肉的净肉率是1000斤活牛 产460斤净肉 这个1000斤活牛是产550斤净肉 他们选择了身强体壮的立木赞牛 它15个月就能长得标肥体壮 满足上市的需要 这样素成的牛肉 营养能保证吗 通过计算机上的实验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 经过规模化养殖的15个月 就出栏的立木赞牛的营养 与普通农户宰杀的牛 蛋白质脂脂肪等常规营养素 差别并不大 这是赵金伟的养殖厂 给牛提供的饲料 他们出自生产豆腐后的豆渣 是这里的香伯伯 我们的问题来了 除了草料 豆渣 牛还吃什么 除了草料 豆渣 牛还吃什么 A 土豆 B 牛奶 C 酒糟 我去过那个羊圈 那个羊圈我当了一天的饲养工 我在给他们喂料的时候 我真的就闻到了 你问我 酒糟味 酒糟味 真的有 但是 那就是 是酒糟味 不是你听我说 那就是饲料发酵之后 它就会带出那个味道 有酒的味道 是吧 是有酒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呢 可能酒糟会比较靠谱一点 就乍一看 这撒旦吃哪个都对 这土豆呢 有营养 有营养 而且不容易胖 这牛奶呢 牛子当然得吃牛奶了 这有点别扭 这多别扭啊 你听我分析完了 然后酒糟 酒糟按说不应该是牛吃的 可是呢 有些问题的答案吧 它就这么糊弄你一下 或者蒙你一下 没准它就是对的 它没准就是牛奶啊 对吧 越是不可能的 可能越就是可能 对吧 哎呦 我怎么一点主见都 你要选牛奶 我就选酒糟 不行 你要选酒糟 我就选牛奶 我还是选酒糟吧 好不好 你选酒糟 你看 你试试牛奶 试试牛奶 对 我试试 你可以试一试 你也试过牛奶 我试试选牛奶的答案 好 对对对 你赶紧公布答案吧 等你给你个答案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接着往下看 看一下 和豆渣一样 它也是废料再利用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啤酒糟 为什么用啤酒糟呢 这个啤酒糟蛋白量含的特别高 你的年夜饭食材里有没有大规模养牛厂出来的牛肉呢 哎 嗯 怎么样 你看我的分析是没错 对对对 但是答案的选择权我让给了他 谢谢 谢谢 我作为裁判不能够参与比赛 我只能把你们往沟里带 而不能够呢 主动给你们推上道 可是我们答对了有奖品吧 有啊 有 一只小猴 真的有啊 然后 鉴于胜春的表现 也送一只猴 他情商特别高 他没事就拜年 猴年打迪 他除了拜年干不了 别的 你那个意思就 丁星你看你这几年一直在做跟吃喝有关的 无论是鸡鸭鱼肉还是泥乌羊啊 这些东西 他是放着羊的好吃 还是这种大规模养的 像我们刚才看的 养牛肠的养的好吃 我个人认为一定是放养的好吃 你听说过没有 麻养 我还听你第一次说 是吧 这捧着捧着太好了 谢谢 然后他这个麻养的是好豆 而且是在悬崖之上 他在悬崖峭壁上可以 登那个峭壁 对 他是攀岩高手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上去的 对对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下面看着他 而且他在这个草地上放养的时候呢 他特别注重的一个字就是豆 当地人的吃这个前北麻羊的就非常受欢迎 而且他们是红锅做的 红烧加麻辣 加麻辣 所以在冬天吃就特别的有滋有味 而且那个肉特筋的 说着我都馋了 就是如果看刚才那段片子之前 跟他答案是一样的 因为咱们吃什么这个鸡呀 鸭鱼肉都是走地鸡比较好吃 对对对 但是刚才看了他那个饲料喂养之后 因为这牛可能说法不一样 好吃呢不仅仅要野生的 而且还要这喂养的时间 还口感 没错 口感特别 所以刚才你看他长得那么短的时间 他长那么胖 相对会嫩一点 对 我觉得可能喂养的口感会好一些 没错 咱说牛肉本身这个肉质纤维就比较粗 对 而且呢 咱们过去就说你炖牛肉 说必须要放点山楂呀 陈皮之类的东西 要不然它不好炖软了 其实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就是由大规模痒痒引发的 咱们俩看一下 冬季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已经完全被冰雪覆盖 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 羊儿们应该都躲进了羊圈了吧 果不其然 我找到了一个羊圈 没想到 竟然是露天的 哇塞 好多羊 啊 这是羊圈 老乡哥哥 这个 咱这有多少头羊呢 现在 现在一千三百多只羊 哇 我据说啊 咱这儿 咱这儿的羊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羊 那 它没什么好吃的 那您就今天一天给我当一天羊馆好了 你就是应该知道这羊肉好不好吃了 一千三百多只羊 这也算是大规模的饲养场了 这样的牧羊 这样的牧羊方法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打开卷门 羊儿们就疯跑出去 可这茫茫大雪天 他们要上哪儿吃草呢 冰天雪地的这羊就这样放着吗 不会 就是这种散发呀 那那吃什么呢 哎呀 这 这个秘密在多着呢 这草原的草啊 特别丰富 有一千多种草 能叫上名的二百多种 叫不上名的 还 八九百种 那现在这都 动成这样了 这还能吃吗 哎呀 这个能吃 这底下现在是 精啊 叶啊 就主要是这些个 好吃的还都在这儿呢 藏的生存能力 特别强就强在这儿吧 那么就是说 这个羊 就这个 就这个雪地 啊 这就比这厚的雪 它都能拔开吃 还有一个我们的 这个雪能起什么作用吗 什么作用 保鲜啊 这就不知道了吧 这还有 有什么作用啊 冬天的羊 是我们这里的羊 是冬天不用印的 哦 它就喝雪就行 就吃雪 一边吃草 一边吃这个雪 那是挺新鲜的 在城市里下着雪 它有一个土味 这会儿就感觉 是 就是一点点都没有嘛 这片草场 大概八十七万平方米 尽管都被大雪覆盖 但是哪有好吃的草 羊儿们自带导航系统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你这个羊也就吃饱了 它就 奔家了 它自己就能往回走 对 到六点钟 正好 那这羊官这个功能 其实就相当于 就护着它点 对 不用给它导航 阿拉坦巴根大哥告诉我 这样养出来的羊 不仅肉好吃 而且一点山味都没有 现在问题来了 这里的羊肉好吃不山的秘诀 是什么呢 羊肉好吃不山的秘诀是什么呢 A 多运动 B 喝血水 C 吃野韭菜 你们提出的有水平你知道吗 第一多运动 这好像放在哪四海基准 你说喝血水吧 这就往 往那个 开始往沟里给你带 对 你说新疆的肯定喝血水 是吧 西北的我不知道喝不喝 内蒙的 我们那喝黄河水 海拔没那么高 也不好说 吃野韭菜 这个可能听到就太少了 上一次是那个劳灶 酒灶 酒灶 按这个路子来选 酒灶是对的 这回吃野韭菜 有戏没戏 我帮你分析 又是帮我分析 太棒了 必须帮我 但是这个野韭菜把我估计 你说这韭菜咱们人吃了 它那个味道也不能坐地铁 对吧 我不是说这个韭菜 所以按这个路子来讲 只要你不打嗝 我觉得 你坐地铁没人拦着 这什么路子 这是 你看 我觉得多运动显然是不现实 运动量大了 那体味随之而来的话 可能就会增大 对吧 出了一身汗 对啊 你说 从这个路子来讲 一闻好 开着窝 太窜了 对啊 然后我觉得 喝血水是对的 为什么 冰雪聪明嘛 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很剔透 这个羊也变得非常的纯净 非常的高冷 所以它的肉质可想而知 就不会删了 要不你选A吧 那你选A吧 多运动 其实挺好的 你想啊 你看啊 你也肯定多运动嘛 运动完了 闲自己身上味 花一洗完了 自己身上一股体香 不删了 不删了 里面足足都排出去了 行 我就选A 你真选A 我选A 为什么呀 有时候最不可能的 往往是最可能的 我相信你的 对吧 它在这个那种大桃园上 你选什么 我选B吧 选B 你这刚才不是选C吗 行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 地方的这个羊肉好吃 有很多野韭菜 还有叫芒根的 芒根是 芒根 芒根也就是一个 一个韭菜的一种 好嘞 那么就是说 吃这个草 这个羊的香味就没有了 原来羊是吃了一种叫野韭菜的草 才没有山味的 你答对了吗 这个野韭菜为什么会出山呢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我个人觉得 科学的解释一下 这个只能是一种说法 因为你看 你比如说 你到了宁夏之后 它那个滩羊非常好 我们这个羊 喝的是天然的矿泉水 吃的是中草药 因为所谓满山遍野 什么从麻黄 甘草 这些都有 他们认为 就是因为吃了这种东西之后 它没有山味 其实我这么给你解释一下 最简单的 我们常说西方人 他们吃那个奶酪 还有印度人吃咖喱 于是乎会产生一种体味 就跟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他可能吃那野韭菜 他那个味儿 正好把这个山味就去掉了 它味儿比较清淡 也有可能吧 但是想问一下盛春 刚才你自己都说了 你是一个特别好吃牛排的人 你的眼里头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雪花肥牛 你认为什么样的牛肉 构得上雪花肥牛的标准 其实这个牛肉牛排好坏 真的就是 它这个瘦肉和肥肉之间 这个比例 还有均匀程度 这是一个重要的表示 还有就是喂养的过程当中 比如我们熟知的神户的 澳洲的 据说还得给听音乐 喝啤酒 每天做按摩 所以它长出的肉质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平时日常 就是在网上卖的那些 相对价格比较便宜点 说这种牛排那种牛排 其实都是牛肉做出来的 然后它要腌制一下 这腌制一下 这个味道就跟原本牛肉的味道差了 完全不一样 那真正好的牛排 一定是最新鲜的食材 拼的就是食材 好的牛排 它煎完了之后 里面你切开的 你比如说四层的要求 就是切开之后 大概上面是不到半厘米的熟肉层 然后中间就应该是粉嫩颜色 再往里头就是要有点血的 那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你就在这种快速加温的过程当中 表面熟了 但是它要形成一个保护层 让里面的汁水封住 然后嚼到嘴里一咬的话 当这个汁水顺着你的口腔蔓延开来 那个时候你能品尝到真正牛肉的鲜味 做你四个字 暴舔天物 够狠的 是吧 那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看下一题目是什么 吃牛肉是孟清祥教授工作的一部分 他几乎吃遍了世界上所有品种的牛肉 目的是研究它们 我们研究的牛的目的就是为了吃肉 然后我们看看这块肉 纹理非常的清晰 那么这个纹理清晰里头这个是瘦肉 这是肥肉 我们也把它叫大理石纹牛肉 现在有的也叫这个雪花牛肉 那么这个肉呢 好吃 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就是一种口感 在孟清祥的眼里 这是有门道的 不仅与牛种有关 还与饲养方法 以及牛肉所在部位有关 这款牛肉就出自牛的后背 被孟教授盛赞的这种雪花牛肉来自于北京郊区这家养牛厂 它们是杂交的结晶 准确说 它的父亲应该叫和牛 是从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之一 它们的母亲是中国赫赫有名的优秀品种 鲁锡黄牛 这样的基因造就了今天的它们 有一句行话叫入口即化 那么它的原因呢 就是脂肪含量高 然后呢 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低 因为瘦肉嘛 蛋白质主要是来自于瘦肉 人们嘖嘖称赞的入口即化 就是牛肉带给大家的口感 它其实来自于牛肉烹饪后脂肪的味道 我们常见的就是这种基纤维清晰的牛肉 而这让人感到口感较好的雪花牛肉 脂肪均匀分布在肉里 没有特殊的配方 它是不会长成这样的 其实我手里拿的就是稻草 稻草呢 其实我们为了稻草呢 是一点营养都没有 那么为稻草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起到一个促进消化 因为牛是反出动物 它必须都有出显微才能帮助它消化 原来稻草只是牛的消食片 它们的主食 饲养员每天要现场制作 每天每顿饭吃什么 都是要严格按照食谱制作的 粮食是它们的主食 饲养员把主食制作完毕之后 要给它们分发下去 我们的问题来了 这个养牛场想让牛肉好吃 有什么绝招 这个养牛场 牛肉好吃的绝招 多吃少运动 多养两年 多听音乐 多吃少运动 这个选择很可能是对的 这就印证了我一开始觉得养殖的牛口感好 这一点 第二个多养两年 这个答案有点不太负责 你知道吧 我觉得牛跟猪不太一样 猪呢 现在三个月就能出篮 你知道吧 但是十二个月出篮的猪 它那肉质真的不一样 非常香 但是牛你要养那么久 会不会就是太老了 还有多听音乐 这个呢 有点也是放四海接准的这种答案 多听音乐肯定没问题 但是像咱们国内的目前的养殖牛肉的这种能力 这种大规模的听音乐 当然也可以 但是不是唯一答案 我们俩都觉得这个听音乐好像没有什么大用处 好像是吹得比较邪乎 但是就我自身学音乐的 就以自身而言 弹了钢琴之后就日渐发胖 是吧 对 只要不弹钢琴就能瘦下来 对 就是因为你听音乐的时候嘛 人是会有一个灵性的 他也会有一个灵性 而且呢 盛春歌你也是学音乐的呀 对啊 所以没看我就说 日从盛春开始在节目里头 吹拉弹上之后 这脸就开始胖起来了 对 因为他在听音乐的时候 他很享受啊 他就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东西 物质 物质很精确啊 很讲究 那他分泌了这种东西以后 可想而知 他会很快乐 他会形成一种很嗨的感觉 动物是有灵性的 一定要保证他的这个 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我觉得 所以听音乐的牛 肯定身体各方面 包括他的肉质啊 包括他自身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啊 都会很好 我就是选多吃少 你很不稳定啊 不是 我被你打开 你想我们俩答案都一样 你让他怎么能 那当然是 来看看正确答案啊 养殖周期 在28个月以上 这无疑增加了饲养的成本 也推高了牛肉的价格 所以 我们的答案是 多养两年 尽管他的美味依然不可替代 但是 他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都高 对健康 还是有一定隐患 如果您的年夜饭选择了它 可不要多吃 怎么会呢 啊 这不能够啊 这个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其实是这么理解啊 因为他这个生长周期一长之后呢 本身这个身体啊 能够进入一种较为平衡的状态 达到巅峰之后 你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阶段 不能它退回去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再有一个呢 那么我们说什么东西能够让肉的味道在你尝起来更加鲜美呢 你的口感当中是什么东西会让你有一种鲜味 鲜是哪来的 酱油 对 没错 对啊 为什么酱油会鲜 为什么我们说吃羊肉或吃海鲜会觉得鲜 为什么鲜 胺基酸在起作用 哇 你好这样 对啊 这回有点像干 哇 科学节目就吃 对啊 另外一个就是口感好 闻起来芬芳 你这又是有些方向听类听类物质啊 养殖时间长 加上巩固了之后 这些物质会大量的含有 另外 牛肉好的话 要有这充分的氨基酸 你就必须给它足够的一个排酸时间 所以我们说 你其实现在现杀的牛并不好吃 嗯 没有充分的让整个肌肉什么的分解 嗯 某种成长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呢 让它多多少少这个腐败过程继续进行下去 哎 这样才香才好吃 嗯 就是这个吃我们吃生鱼也有一个道理 嗯 刚杀的鱼啊 不是最好吃 嗯 你看这个老外 他一般都吃冰鲜的海鲜 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讲的哎 现捞 马上下锅 回家 就是淡水里 尝的就是那鲜味 嗯 嗯 其实未必 因为它正是因为它有了一个小阶段的腐败 嗯 它那种氨基酸充分的释放出来 口感才会更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这个养牛场啊 我们提供的这个酱牛肉二味可以尝一尝品 谢谢 就是帖子里那牛啊 对对对 好吃吗 哇好香啊 尤其这里边这个牛筋的部分 您这是有打包盒吗 没事 二位先慢慢争着 好 今天也感谢两位的参与 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收看 祝您的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明天这个时候咱们聊一聊 饺子饭